進一考試院人士之後呢 總統府今天在公布 第五屆監察院的人士 中選會主委張博雅 被提名監察院長 渴望成為五院當中 第一位的女性院長 而前原明會主委孫大川 被提名出任監察院的副院長 總統府八號公布 第五屆監察院人士 中選會主委張博雅 被提名為監察院長 前原明會主委孫大川 則是被提名為監察院副院長 由於監察院長 王建宣曾經批評監察院 若再不改革 不如關的比較好 教程院長和部分監委關係緊張 張博雅談及未來 對監察院的期許時強調 新一屆監委團結合作非常重要 這次提名監委二十九人當中 只有七人留任 而新提名的監委中 前國民黨立委江麒文 國民黨前副主席張仁香 國民黨色彩濃厚 還有中國時報社長王美玉 以媒體人身份獲得提名 受到矚目 至於院長被提名人張博雅 則是被綠營質疑 是馬王政爭的打手 並不適任 張博雅於反擊 我向來形式就是非常的嚴明公正 在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會獲得立委的認可 而不是就個別事情或者是什麼的方案 來特別的給予挑剔 一連兩天馬總統公佈考監兩院的人士 能選提名上也可以打出藍營內部都可以支持的安全牌 希望在立院同意權的行使上不再旁生之邪 不過張博雅曾經在扁政府時期 被提名為考試院副院長 當時在立院行使同意權並沒有過關 這次再度挑戰監察院長人士同意權 引發高度的關注 而馬總統十三號將會把咨文送到立法院 正式提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記者吳家寶 台北報導